韭菜爆炒猪腰 三十秒就出锅 你想我那样煮 一点心味都没得 猪腰买回来 先把它片开 去除腰烧 再来给它切花刀 先斜刀深度三分之三 再换个方向直刀切 一定不要切断了 上好花刀的猪腰背面是完毫无损的 再把它盖成小块 切好的猪腰 我们加入姜葱 啤酒 给它腌制个二十分钟 这样能很好的去除腥味 先来切一些配料 这个泡椒把它切碎 再切一些韭菜 也可以防韭黄 炒这个菜几何蒙炒 我们打一个丸子 味精 白糖 醬油两勺 醋来一勺 花椒又来点 水淀粉来一勺 调均匀 接下来再把猪腰给它清洗干净 一定要控干水 可以用厨房用这赶紧的毛巾 不然上不上去粉 加少量的盐 胡椒粉 红薯粉来一勺 把它抓均匀 再把我们切好的姜蒜末 花椒 把它放在一起 朋友们先 你们吃过这个朵椒水都吃没的 味道有点安逸 回来来拌面 拌凉材都可以 把它拌均匀 家庭小椒 火比较小 我们先把这个泡椒 给它炒香 炒猪腰用混合油 材质油加猪油 八成油温 下入猪腰 快速的把它炒上 炒到猪腰翻倍了 下入韭菜 调好的料汁 给它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不要炒久了 炒久了 主要就变老了 好 出锅装盘 这样炒出来主要 一点腥味都没得 嫩化入味 非常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们 记得点赞关注 收藏起来也试一下